最重要的就是动作得非常的整齐 十万人要做到整齐画一步调一致 的确是非常不容易 我们今天在广场上也看到 在广场地面上都贴了很多标有数字的小纸条 同学们就是根据这些小纸条来判断自己应该站的位置的 今天在广场上一共画出了十万个坐标点 每个人在哪一个点都是丝毫不能够出错的 那么现在距离庆典开始还有一段时间 我们可以看到学生们正在原地待命 那么他们每个人面前都竖着这样的一根塑料杆 十万根塑料杆整齐的排列起来 远远的看去整个广场上是非常的壮观的 这个塑料杆就是同学们一会儿要用到的道具之一 这个同学你好 请问一下你们的道具除了这个塑料杆之外还有别的 还有别的纸花 能够我们演示一下怎么用吗 可以 先把道具花从花样取下来 然后这么一翻 就我们的就是红花 然后再一翻 就是所需要的黄花 翻好之后把它花价一插就可以了 那么这个塑料杆的作用就是保持这个图案的整齐 对因为塑料杆都是一样高的 所以虽然同学们身高不一样 但是画面上看也比较整齐了 这个道具都是纸做的 你们有没有考虑到要是翻动过程中坏了怎么 坏了像它就是我们的道具 就是我们的替补队员 如果我们倒计花坏了他们会拿他们的批那个备用的花来给我们换的 这个同学你好 那参加这样的一个庆典呢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情 那么一会儿庆典结束之后你们最想做的是什么呢 我们想回家马上看家里人给我录的像 我们在表演的时候每个人都只是这图案之中的一部分 所以到现在为止我们都没有看到过自己组出来的图案和字是什么样子的 我和同学们都迫切地想看到这十万人表演这种壮丽的景象吧 所以就是我们回家以后第一件事就是看录像 我想现在可能我们的家人都在电视机前 都在看我们的表演 不知道到时候能不能在录像上看到我们 现在大家已经看到你们了 好 谢谢啊 好 观众朋友 俗话说呢梅花香自苦寒来 这十万名师生他们的成果呢 却是在盛夏的交洋底下苦恋而来的 今天也是他们把成果展示给大家的时候了 我们预祝他们成功 好 现在请我们下一个报道点的记者为大家介绍一下 今天接受检阅部队官兵的提借情况 各位观众 这里是天安门管理台的东侧 我站的这个位置啊 就是今天阅兵式的起点 现在在长阶的这一侧 一万一千多名授业官兵正在休整 看到尽管是在待命 但官兵们依然保持着严整的军容 整个授业部队从这里开始呢 沿长阶一字排开 队伍的长度差不多有两公里 今天授业的车辆方阵共有25个 其中大部分装备是新面孔 新型的坦克 战略导弹等一批高技术武器 集中展示了我军近年来现代化建设的成就 授业的徒步方阵共有17个 其中预备翼 海军陆战队 武警特警部队是首次亮相 他们都是1984年以后新组建的军兵种 今天我国完整的武装力量体系 将第一次展现在世人面前 各位观众 阅兵式之后啊就是群众游行 现在呢在我的对面一部分游行群众已经坐在那里了 大家现在看到穿白色服装的是国旗方队 共有1080人 他们将举起一面巨幅国旗走在游行队伍的最前面 这面国旗的大小啊差不多快要赶上一个篮球场了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群众呢 只是参加今天游行的一小部分 那么现在大多数都已经在长安街两旁的街道中准备就绪了 另外参加今天游行的90辆彩车现在也都就位了 他们将跟在军车的后面向前行进 等一会儿啊 当第一辆彩车行驶到这个位置的时候呢 我旁边的这些群众将走到彩车的两侧 和他一起组成国徽方队 与此同时 其他的彩车也都会在各自的指定位置上同群众会合 组成五彩缤纷的群众游行队伍 好观众朋友 现场的情况我们就为您介绍到这儿 一款荣装的三军将士 荣装的三军将士 人民的武装气宇宣昂 42个方队绵延两公里构成了一道钢铁长城 建国以来规模最大装备最新 机械化程度最高的大阅兵 可以在人民军队的史册上 写下浓重的一笔 28种授阅装备 全部是中国自行研制 其中大部分具有现代水平 乃至世界先进水平 战略导弹部队是首次向世界亮相 向全世界显示了中国的力量 在随后的群众游行中 人们仿佛看到了中国前进的脚步 小港村的连产承包责任制 拉开了改革的序幕 总是善于创造历史的中国农民 走在了队伍的前沿 深圳特区的建设和变化 仿佛大鹏展翅 一日千里 荣获三连贯的中国女排 让中国人民的心中增添了几分 民族的自信 改革开放后的中国 变得让人感动和惊奇 这一天 所有的人都在为中国的成就和力量喝彩 而对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 我们的人民献上了一句 最朴实却有最深情的问候 小平您好 就是15年前的事情 现在看来就是还跟昨天一样 就是84年的国庆庆典 给大家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 是中国人在经过了改革开放之后 那种思想的解放 我想小平您好这四个字 本身就浓缩了很多 1984年人们中国人的那种状态 今天我们请进来的和84年有关的第一位嘉宾 赵宝辰 他当时在北大读书 小平您好的举动的创业人之一 现在在文化部工作 就是说当时有一些国外的媒体 在看到国庆庆典上打出了这四个字之后 有一些报道说 这是不是用另外的一种方法 给予这个创意者受益之后 然后也是在一 铁 Amen